在這個位置上會不會坐好坐滿 我會坐好 但不見得一定會坐滿 什麼意思 會提早很大 很清楚啊 我都要做的事情啊 這話一出民進黨議員傻住了 難道李四川在做重大宣誓 你要去哪裡 我去家裡啊 當時你現在要重大宣布嗎 因為你 專輩啊我有要支持你耶 旁邊的議員繼續吆喝 不過藍營要李四川選新北的聲音 一直都在 執行人士指出 王津平拿到一份民調 數據顯示 鄭文燦如果代表民進黨選新北 國民黨唯一能批敵的 只有李四川 又鬥了全場執行北市長這局 先人市長侯友宜傳出希望副市長劉荷蘭接下大位 甚至鋪排2025投入黨主席選舉 確保掌握黨機器 劉荷蘭才能在初選時維持能見度 你會不會參與2025年國民黨的黨主席的選舉 你會不會徐途再起 謝謝啊 我現在只有一件事情 就努力把事情做好 你有沒有指定的接班人這樣的一個議題 對於這個議題我完全不敢信任 雖說沒興趣但黨內還是有傳聞 侯友宜不樂見讓不太對盤的李四川 取代劉荷蘭選市長 聽說你的團隊很討厭李四川 覺得可是這個劉荷蘭副市長 也很想要努力的爭取這個市長的提名 請問市長你會支持誰 四川也是過了老同事 認識那麼久了 到回來現在是我們的副市長 每個人各是其子吧 市長願不願讓我再繼續做 官員警告 我願意為 願意 願意 對李四川來說 選舉是一種很玄的東西 如影隨形 記者郭縣陽中聯號 台北報導